在陕西西安一家医院内,来自乌克兰的患者杨在母亲斯维特兰娜的鼓励下,跟随医生开始了一天的康复训练。 今年26岁的杨在多年前的一次事故中头部受创,在乌克兰进行了多次手术。 出院后,杨一直不能交谈和站立,失去了自理能力。 为了康复,斯维特兰娜带着儿子开始在世界科地求医。 在一次与朋友的交谈中,她了解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医治疗。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斯维特兰娜于2023年10月带着儿子来到西安中医脑病医院寻求进一步治疗。 医生称,乌克兰患者杨受伤已有6年,主要存在认知障碍,语言障碍,只能听懂简单指令,同时伴有四肢肢体功能障碍。 入院后,医院给她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。 咱们以中医治疗配合咱们医院的特色康复治疗,包括有咱们的针灸,推拿,爱灸,还有中药薰洗,还有扣服了一段时间中药。 在康复室里,杨努力摆动着自己的双腿,按照医生的指示进行各项训练。 当母亲或医护人员用手机播放节奏强烈的音乐时,杨总会开心地摇晃起来,用手摆出摇滚的手势,然后继续练习。 儿子的变化斯维特兰娜一直看在眼里,她告诉记者,自己此前觉得中医很神秘,看到针灸的细针,有时会感到害怕。 然而在一次腰痛治疗时,医生给她扎了几针后,她立刻感到疼痛缓解,身体轻松了起来。 这种亲身经历让斯维特兰娜对儿子的康复充满了希望。 斯维特兰娜称,经过几个月的中医治疗,目前儿子的认知有了明显的改善,能够理解一些简单语言,肢体也逐渐灵活。 由于签证到期,斯维特兰娜母子即将踏上归途。 她表示,回到家乡,自己要向亲朋介绍这次的中国求医之旅,让他们了解中医文化。 同时,她也希望中医能够快速在世界各地推广,让更多病患能来到中国治病,或者在自己国家接受中医治疗,让中医汇集更多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